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研究香港的問題 現在這個叫做後國安法和後時代革命就是年代 爆發了大型的社會運動 目前香港 是處於一個滯留狀態 下一方面 藍絲 支持香港政府 還有 一群港共分子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將 全部 曾經反對香港政府的人全部跟隨 另一方面 作為 反對派 還有民主派的我們 我們 同一時間有很多 人繼續滯留在香港 所以 生活的問題 始終是大家都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也包括 一大堆 已經可能是離開了香港 正在 在新的地方生活的人 所以香港的問題 依然是跟各位有關係 我們這節要研究的 是這個 香港港共政府 就是 大搞地區諮詢 亦都出來提到 在這個施政報告裏面 昨天跟大家說了 李家超的施政報告 根本就是一份拖政報告 應該要做的事 繼續 一如以往 由始至終只有拖字 不應該做的事 全部做齊 這個就是本身 香港政府 政府 不民主 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 最新 最經歷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政府 在放風聲 似乎出來要大力 干預這個生育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我們有三條頻道 首先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第三 後備中的後備 星期二新聞集團 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現在處於主頻道和後備頻道 也是同樣被停止盈利 我們現在無法使用免費模式 我們現在 等於在YouTube的廣播是徹底公開免費廣播 所有媒體也沒有辦法 一段很長的時間徹底免費 平時大家看到免費報章 免費報章也不是免費 免費報章 最低限度需要有大量的廣告支持 所以我們現在 也需要 部分 一定需要收費模式 我們也把獨家的節目繼續放在Patreon 希望更加多的聽眾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今天也有獨家的話題放在裏面 今天將會跟大家揭露 這個國內 爛尾樓 最終成功收到樓回來 但是 內容相當之驚嚇 說回香港生育問題 最近李家超就是大搞地區諮詢會 最少有幾個市民說 香港的 出生率創了新低 加上 大量香港人 移民離開香港 所以使得香港 人口 不能夠永遠靠近新移民 雖然很多地方 人口的流動 可能很大部分是來自新移民 社會經濟環境 也導致 香港的生育率 距低 我們 看看 香港的生育率越來越低 其實是跟一般 小市民 的負擔能力是有關係的 因為 香港 居住成本實在是太貴 而且每一樣東西都是錢 所以大城市 出生率 越來越低 本身很多大城市都有相同的問題 但是香港特別嚴重 再加上香港 爆發了時代革命 有大量的年青人 大量的年青人 大量的年青人 有一部分 最嚴重的失去生命 又或者失蹤 另一部分全部面對政治檢控 這個是直接解釋到為甚麼香港 越來越少人生寶寶 有 小朋友的家長 絕大多數就是因為 考慮到子女的未來 選擇多辛苦都要移民 就是把他們帶去外國 繼續 找回有自由空氣的地方 本身 出生率已經夠低了 香港 你還要 香港大搞政治的鬥爭 最近你看到所有跟政治相關的案件 沒有一宗 不是說你抓的全部針對 全部 是青年人 可能是20多歲 30歲 不斷地看到整個政權 是對著年輕人 是不斷地開火 所以就算 是滯港的人士 出於任何原因留在香港 他們也不想生孩子 就算那個不是反對派 可能只不過是中立的市民 對於看到香港這樣的環境 也不會覺得 香港是一個適合生小朋友的地方 所以這個狀態 政府發現出生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結果 最驚人的事情就出現了 最近開始這個建制派 還有這個 土共 開始 發放大量的文章 說要這個 香港政府 要積極地 干預這個 市民的生育問題 現在說 不僅 不僅是鼓勵生育 香港政府跟你說鼓勵 實際上他們在做的事情跟中國共產黨相似 他們現在 打算要做的 就是積極干預 市民 的生育問題 那是甚麼意思呢 接下來你可以預計 將會有很多 古靈精怪 的奇怪政策出現 在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 是會徹底干預 人民生育問題 他認為每一件事 都是等於 跟國家有關 即是 你生不生小孩 生多少個小孩 全部由國家來控制 現在香港 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首先他們會美其名 將積極干預生育問題 包裝成為鼓勵 首先他們會嘗試 裝作給一點點甜頭 就是生育的事物 但是再進一步 當 那些鼓勵 香港政府出名是失敗的 用盡各種鼓勵方式 都無助 那個問題解決 因為 香港的最深層次的問題根本從來 都沒有嘗試真的解決過 只是掃落在床下底 大家不能出聲 忍住 被迫 不能說 那些問題沒有解決過 你推出一些甜頭 是不是 大家會收貨呢 當然 這個世界一定有人會收貨的 可能他從來都不是很認真 好 有承擔地要反對到底 我們也不排除 真的會有人收貨 但是有很多人 絕對 不會那麼容易跟你妥協 無論任何原因繼續留在香港 所以 他們到最終 又是會把生育問題當成 那一班 喜歡搞鬥爭的人 說這些是軟對抗 然後他們會做甚麼呢 又原本 說要鼓勵 變成了其實 是跑去懲罰 那些 不生育的人 他們會再做甚麼呢 他們又會再搞 在民間 其實是搞土共的組織 搞關外隊 天天問 結婚的夫婦 問你們 什麼時候生小孩 從最初會問你什麼時候生小孩 再去到 開始問你平時 性生活是如何 不是開玩笑的 中國大陸真的會做得出 香港現在 沒有東西是做不出 什麼都可以做得出 尤其是現在 反正港共政府也覺得 無論怎樣也好 都是有很多人決定滯留在香港 所以 從最初說是鼓勵生育 到最終變成積極干預 是留在香港的人 甚至乎再離譜一點 問你年輕人為甚麼不結婚 結婚的人 問你何時生小孩 你不生小孩 他就問你最近 的藏事 問你 可能和你的太太 最近有沒有 沒有 沒有 行房 也有網民 預計了 接下來 避孕藥 避孕套 可能全部會進行 懲罰性徵稅 那就是買避孕套 可能好像 以前有 紅酒稅一樣 跟香煙一樣 香煙 徵稅相當高 那會不會避孕套 有大量的徵稅 這些全部 在背後 港共政府的背後就是中共 共產黨就是每一件事都要管 所以為甚麼 你覺得香港 我們對 香港的經濟局勢絕對不會看好呢 就是因為他現在 只不過是會越來越多 更加多事情 在各個方面 嘗試對你進行干預 其實現在的香港的情況 已經跟很多中東國家差不多 我們這次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